我覺得全世界最應該從福島 核災繼續教訓的是台灣 因為全世界所有的 評鑑團體都告訴你 台灣的核電是全世界最危險的 像核一就是 他在3月10號又是又跳機 而且他現在全部停了 然後另外一個1號機 他是在2014年的年底 檢查的時候一個燃料匣 掉到裡面去 他完全不會 台電已經失控 他不會修理 然後找了外國廠商來 外國廠商還不會修理 這樣子就停機 一年多也沒問題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他另外再一機 現在又停了 其實都完全沒問題 我想在小英當選3天之後 台電就已經承認 就是我們核一 核二 核三 除一都沒問題 我是擔心 就是說你即使民進黨不跳票 你到2025年的每一天 都在等核災發生 我覺得台灣3個 核電隨時會釀災的 而且也就是說 我前天剛去屏東回來 屏東縣政府到前幾天才知道說 屏東的反映毒 是全世界最接近斷層的 所以非常可怕 另外就是說不趕快停機 就是未來我們現在用過藍料棒 這幾天就是有 黃國倉庫是把他踢到桌面上了 就是用過藍料棒的 這高階核費的問題 我剛開始反核的時候 我們台灣才只有一萬三千數 然後現在是一萬七千數 然後等到2025年 我們就變兩萬三千數 那一數大概將來是數千萬 甚至上億才能解決 這已經變台灣經濟上 最大的一個不良債權 所以我覺得早日停機 不然我們將來 大概資金裡面好幾成都要 好幾%都要付 現在包括核廢料 我看都很難處理 好 這個核災的問題 我們先查到這裡 下來看到日本這一次 1月29號 那麼黑田東燕突然宣布負利率 他原來是希望日元又貶值 然後日本股票會大漲 結果環樓相反 現在日本股票在那段時間 2月跌了三千多點 日元最高升 環樓它升到111 它從125.84 反而環逆向升值 就是說它這個負利率出來之後 所有的想法 都跟它原來的初衷 都背道而駛 我在想你長期定基在日本 在這個負利率的環境之下 現在日本的社會 日本的經濟 它不斷的在掙扎 比方說日本不斷的震盡經濟方案 不斷的貨幣寬鬆 所有手段 包括安倍的三件都用盡了 但是看起來好像力道 效果很有限 你怎麼觀察日本經濟 真的是完全一點效用都沒有 當然就是說他們從 因為黑田就是他用做金融的出動 想要來改變整個經濟的狀況 其實每一次都失敗 因為像他主要目的 是想要把日本搞成 從有通縮 通貨緊縮的危機 把它變成通膨 他是說他有立地的目標是2% 可是完全沒效 現在0.2%都是勉強亂算出來的 事實上我們感覺不到這個問題 除了進口的東西以外 他的這個問題 就是失敗的原因是很多 第一個他其實是一直在亂印鈔票 他印的已經是 以前只有100多兆 他們印到300多兆 所以就是說他那樣子是 已經印了2.6倍 可是他只是事實上 他只讓物價上漲0.2% 他想要讓他漲成2%沒有成功 他因為已經就是搞過一次 就是印鈔票了 所以之後再來追加搞這個負利率 就讓那個效果就是沒有出現 我想金融也滿了解 因為其實日本跟台灣一樣 日本的企業他們現在錢很多 他不是沒錢 是不知道怎麼去投資 那就是說你再給他印鈔票 再用那個負利率 想要把那錢趕到市場上來 趕得非常有限 你看他印鈔票多印了100多兆 都印了多印快200兆都沒效 但他能夠趕出來 就是估算就算最好的效果 能夠趕出來 也不過是六 七兆而已 那能夠做什麼呢 而且最主要是 大家不知道怎麼投資 那國民呢 國民更不敢消費 因為他弄出來以後 大家都嚇死了 就是說你知道就是很有錢的人 他本來就不會去用消費 他該消費他早就在花 他頂多就是把他弄一點錢 到股市裡面去投資 最主要就是中間的 就是譬如說我有普通的家庭 是差不多600萬左右 日幣的存款 他們聽到說 負利率覺得整個不安 尤其這個負 他們叫minus minus本身就會讓人家很不安 讓人家聯想到 日本在就是賺錢的時候 還會限制你去兌款什麼 所以乾脆把鈔票從銀行領出來 都領到領回家的 真的是 而且真的是我就真的看 就是說真的是到處 就是那個保險箱金庫 日本人叫金庫 那他就是到處都是缺貨 而且就是剛宣布說 要這樣做的時候 就已經銷售量就瞬間就是 暴漲250% 漲很多 對 2.5倍 然後後來是完全缺貨 等到真正實施 因為他要提高手續會 害我也都想做了 我是最不做這種事情了 害我覺得就是說 你明明就他要提高那個提 就在ATM提款的手續會 所以真的是連窮人 他領個十萬 幾十萬在家裡也好 所以整個是一個 還滿可笑的一個狀態 你如果從1990年到現在 我們常講日本叫失落了20年 到20幾年 到現在其實他 一直都在調整 在掙扎 我記得前往他前跟我講就是說 他當時在90年那個前後 他說他坐在家裡 日本銀行每天都去找他貸款 他說只要他簽個字 可以借10億日幣 他說如果他貪心 一天可以借100億 他說現在借都慘了 當時在90年那個 日本泡沫經濟的時候 很多人大借錢 借了借錢去買房子 後面等到房地產崩潰以後 其實像銀座很多地方 就跌了大概80%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財務 資產負債表 這一邊叫資產 另外一邊叫負債 你的資產收水剩下20%的時候 你的負債沒有減少 所以這20幾年來 顧曹明先生在講說 日本人都在做一件事 都在還錢 還錢 還錢 所以那個叫資產負債表的調整 這個調整其實到現在 其實還在調整 所以這個調整 台灣人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沒有辦法去感受 但是我相信你現在到日本去看 我覺得日本有20幾年的調整 第一個 日本人非常務實 我看很多企業它的保留盈盈 大概都是資本額的50倍 60倍 那是很驚人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日本人他非常務實 你叫他在用過去那種夢去買遍世界 他不敢 所以日本變得非常保守 第三個 日本的物價 它變得很便宜 我們如果到超市場去看一下 我說台灣買得到東西 我那天看到一個冷凍蝦 上面標價是868塊入幣 換算台幣也差不多200 我說那一包蝦在台灣一定賣500以上 這個大部分你說像飲料 礦潛水 包括一般的蔬菜汁 我看都比台灣便宜非常多 所以說日本的物價本來 黑田安倍希望把它搞成通膨 現在看起來它一直還是在 日本的物價還是往下跌 這個一跌就是日本現在變成世界 非常便宜 我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到日本史達巴克去喝拿鐵 日本是370個中杯 大陸一杯36 人民幣 所以人民幣大陸等於180塊台幣 日本100塊 這一差 現在日本人 大陸人去日本 他現在發現日本物美價 不得了 所以這個就從日本泡沫經濟 到現在這20年 你怎麼看日本經濟的